最近,美国纽约州和纽约市卫生部门发布了一则联合通报 表明从纽约市污染样本中检测出了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病毒 就在此前不久,纽约临近城市罗克兰县于7月21号发现美国近十年来首例脊髓灰质炎病例 时隔半月后,再次检测出该病毒 意味着脊髓灰质炎病毒可能已经在纽约市形成了传播链 至此,还未消散的新冠病毒,来势汹汹的猴朵病毒 加之这个死灰复燃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起居纽约 一时间让当地居民是无所适从 根据资料显示,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影响5岁以下的儿童 脊髓灰质炎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接种疫苗仍然是预防和控制该疾病最经济有效的办法 上世纪70年代,在广泛接种疫苗后 全美每年确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已大幅减少 整个美国上一次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是在2013年 但近年来,美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呈下降趋势 其实,早前就有相关专家对此事做出过提醒 据纽约州和纽约市卫生部门12日通报的数据 纽约市只有86.2%的 6个月至5岁儿童接种了3剂脊髓灰质炎疫苗 有些社区相关接种率低于70% 截止8月1号,罗汉兰县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一位就读于纽约大学的留学生李同学曾向记者表示 现在他对植饮水和自来水管道环境都不放心 不敢像之前那样直接喝植饮水 而是要到商店购买城乡的瓶装水 据李同学说 所有在美留学生在入学前都要出示几项疫苗接种 这其中就包含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所以他在入学前就已经接种 不过安全起见 他仍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他还抱怨道 目前对我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 就是最近出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身边有的同学和朋友是加装了净水器 而我最近也不敢直接喝植饮水 都是在商店购买城乡的瓶装水 此前纽约已经长期处于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 前两个月又遭遇了严重的猴痘疫情 加之从纽约市的废水中检测出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各种病毒对纽约的侵袭可谓是接二连三 居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另一位留学生称 纽约目前的疫情仍然比较严重 大部分人都比较谨慎 他说现在去学校超市等室内常坐时 大部分人还是都会佩戴口罩 尽管学校已经同意老师在上课过程中 不用再佩戴口罩 但他的老师在进入教室前还是会自觉的戴上 目前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正敦促 每位居民尽快完成新冠疫苗及加强针的接种 不过面对猴斗疫情撕裂的问题 当地政府却难以提供主量的疫苗 早在8月1号 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项文件 介绍猴斗疫情的最新进展 以及纽约市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 对于控制猴斗疫情做出的工作指示 其中包括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 启动相应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等 目前纽约市的猴斗疫苗全部由市卫生部门负责 对于本次爆发的大规模猴斗疫情 纽约市对应的疫苗储备不足 所以接种能力有限 据8月12号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收治数据显示 纽约市现有2295例猴斗病例 为美国所有州市猴斗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城市 针对猴斗的疫苗短缺 不仅影响了纽约一座城市 它已经成为美国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据纽约时报8月3号报道 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分发约110万剂疫苗 但卫生官员估计的猴斗疫情所需的剂量为350万剂 此外 美国订购的50万剂最早在今年秋季才可交付 根据联邦卫生所的数据显示 订购的其他550万剂中的大部分直到明年才会交付 美国全国猴斗疫苗紧缺 也导致许多美国人不惜驱车 抢往加拿大接种疫苗 纽约市市长艾里克·亚当斯 在上月出席活动时表示 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处于难以想象的经济衰退之中 华尔街正在崩溃 目前纽约市面临三种病毒的多重威胁 它将坚定带领政府团队积极应对 保证民众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 确实 现如今的纽约 不管是呼吸的空气 还是喝到嘴里的自来水 都让大家不是那么的放心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小伙伴 还是要万分的留意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